謝謝陳銘老師跟我們一起介紹今天這一款 他的新眼鏡 新眼鏡 沒有這舊的 這隻戴起來比較舒服 那你之前都是戴金荒的嘛 因為那個金架太細了 常常磨的我這邊很痛 OK 好 那我們今天有不同新的視覺 邊聽老師講 看看換了鏡片會不會講出不一樣的感覺 那這一款幫我們介紹的是哪一隻 這隻是那個 Tiziana Terenzi他們今年彗星系列的新香 是一隻還蠻 好聞的 一隻以花香為主的彗星系列 OK 那他有沒有一如TT品牌 給人家這種濃烈富裕的 富裕有 濃烈的話可能要看人的感覺 OK 我是覺得還算清新 還算清新 算清新喔 那當時為什麼選這隻牌子來 那我們鏡頭先戴一下裡面的包裝好嗎 老師也邊講一下 那也是一如既往的這種很奢華的包裝 那我覺得 是 這個系列的從瓶子到它的氣味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每一隻都有它的獨特性 嗯 然後也都還蠻值得 很值得收藏的感覺 嗯 有耶這個紅瓶看起來就 很好看 很奢華啦 對很像紅地毯這樣 好來 那我們趕快來試試看 哇好美喔 好好看 真是 哇 非常的 如果我用音階來形容花的高低音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高音的花 嗯 不是ドレミ花的花 嗯 是它是清亮的 嗯 對不對 它是這種 嗯 音階是比較 比較高音比較亮的 嗯 然後 白色系的 嗯 對不對 嗯 哇我好 我跟我原本的想像不太一樣 我知道 我本來覺得它是濃烈富裕的畫像 但不是 這個居然是 清透明亮的 嗯 高音 白畫像 嗯 好來李星蒂先 欸不是老師先嗎 都可以啦 哈哈 我看你已經準備 對 我覺得它有一個味道 嗯 就是一樣是那種 乾淨的白玫瑰的感覺 嗯 然後 雖然我不知道香蕉裡面有沒有 但它給我的第一印象 我覺得很像是那個 帆普桂珍 那一隻味道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像 100倍的帆普桂珍的濃度 因為它的味道是那種感覺清新的 但是它的香精濃度 又再比它更 是 搶好幾倍這樣子 嗯 對 你用一句簡單明確的形容 讓大家 一聽就知道這一隻 就是所謂搶100倍的帆普桂珍 大家都懂了 欸你這樣講還真的 對我立刻那個 我覺得它 印象就拉回來了 對第一印象啊 但它可能中後的表現 呜 可能會蠻不一樣 不知道 但是可能大家一開始 因為我是第一次聞它 會到無人之境就對了 對第一次聞它 然後我覺得這個感覺 蠻像的 有有有 有這個感覺 好那 陳明老師咧 這一款對你來說 簽調 剛剛那個民方他第一次一聞到位置 他說 是很清新的晚香芋 嗯 可是我剛剛看到香調表 我會覺得它比較像雞蛋花 哦 嗯 對 那香調表裡面也真的有雞蛋花 它那個雞蛋花就是 你好像在那個東南亞的那種 有沒有 那些那個叫什麼 嗯 小木屋還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嗯 像巴黎島的那種 巴黎島那種 那種 發呆庭 嗯 然後 它的雞蛋花就在旁邊 它隨風飄移 對 然後你聞到了那個很清新的 舒服的那種 畫像 是是是是 哦對啊 對 有 有它現在畫像開始越來越 對 多了 嗯 老師我講發呆庭是真的咧 他們當地是這樣子稱呼 是真的發呆庭 對 真的真的真的 他們真的是 他們每一個庭都是在發呆 都在發呆 那男生下午就是去發呆這樣子 表示他在思考未來的事情 是很有出息的事 對 對 就是當地人講 不是因為一直在發呆說 你乾脆去發呆庭好了這樣 不是 那是罰暫停 去罰暫停 OK 好 那 我覺得這一支 嗯 剛剛靈心力給我很好的 呃 視覺想像 就是 這個確實是 一百倍的 翻譜規則 那它的花香是 清透高亮的 嗯 嗯 但是不會是這種很強的那種 晚香玉喔 所以我不覺得是晚香玉 我倒覺得就像老師說的 白玫瑰跟雞蛋花都有那麼一些些在這裡面 嗯 對 乾淨的花香戲 嗯 OK 好 林欣妮那這一支有沒有讓你覺得 會在哪裡出現 會在哪個場合 場景 我覺得在那種 任何就是純淨的空間都非常適合用它 或是神聖的空間 像說婚禮場合啊 或是我覺得一些重要的 去做禮拜的時候 對 重要場合 我覺得這支都蠻適合 但這個平日穿也是更OK啊 就是以如果是那種比較神聖的那種場合 我覺得這支都非常的適合 是 嗯 那特別你們兩個今天穿的白色系的衣服 嗯 也是白色的 我覺得也很適合這一支 嗯 就是白花 對啊 對啊 我覺得 嗯 最重要的是這一支不會讓人家暈 嗯 這個是蠻重要的 對 因為蠻多白花其實聞的是 有一點過於刺激啦 但是這一款我覺得是舒服的 乾淨舒服的感覺 老師那你有沒有什麼畫面還 除了發呆庭之外 還可以帶大家去哪裡的呢 我有一次去清淨農場 嗯 然後因為我剛剛就想到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高音 我就突然想到那個畫面就是 你知道在台灣的高山上 有很多各種的鳥叫聲 然後那時候我同事跟我 我其實不懂鳥 然後我同事跟我講什麼鳥 忘記啊 他說你在高山上 越高的山上 然後你聽到鳥叫聲 會越清亮 然後但是呢 會越 會更柔 柔韌 柔韌的那種 那種明亮 可是是 不是空虛 而是一種很 那種 你會覺得 它的聲音是很有生命力 可是卻很優雅的 飄揚在那個 那種清冷的空氣裡面的感覺 有有有 我大概知道你在講的是哪一種 因為你常常在山上 聽到這種聲音 哇怎麼這麼有power 對對對 而且這船非常的 那個優遠 那個聲音真的很好聽 很舒服 我一直想要查這到底是什麼鳥 可是我找不到 其實有時候很多種 它不一定是哪一種 但是它 它比較懂的人它會知道 一聽它就知道這是什麼鳥 因為它的節奏頻率會有 某一種鳥會有它的聲音 然後你聽到那個 尤其那一天我記得 因為剛好有陽光普照 然後你聽到那個鳥叫聲 在樹林裡聽到那個鳥叫聲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聲音 是穿透整個那個樹林的 然後再搭配上那個陽光 我覺得就很像這個 它這一隻的那種 它這一隻的那種 那種好像那種 空谷清幽的那種 空谷清幽 那種味道 有有有 講的真的是好 對 非常棒 好那林先生這一隻 你建議大家 除了正式的場合之外 那一天的什麼時間點 合適來用這一隻呢 這隻 嗯 覺得如果是清晨起床也適合 那你說睡覺的時候適合嗎 也適合 對 我覺得這隻不 就是 如果是你要去 享受它的這個美好的時候 就是在比較沒有人的時候 或是說這個場合是比較安靜的 就像剛好是那種三寧間啊 或是說 我剛剛講的婚禮或是教堂之類的 是 這樣子的 非常非常適合這一隻 那可能在吵雜常合 你要不要用它 也可以 可能就你自己去享受這個味道 但是可能就 稍微 這個味道就可惜了一點 就是 對啊 你就沒辦法好好的去享受它 嗯 好老師那 男生角度 你覺得這一隻用在什麼 時間點 你如果想去搭車的時候 你想要去搭車 那因為它不是 它不像其他隻的那種擴散性 很強烈一定要讓旁邊的人都聞得到 是 然後旁邊的人 我相信也聞得到 但是它會聞到的只是一股 淡淡悠悠的味道 然後那個花香又不那麼的脂粉 是 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 你去搭車 你要出去玩 或者是你要回家鄉 你都會覺得 它可以陪伴你這個路程 是 OK 我滿意外這一隻TT 它在做花的表現的時候 有別於以往我們所拍的影片 所聞到的 嗯 花香的類型 它反而是輕量 卻有power的 那種聲音是可以傳很遠的 然後撩繞整個山谷間 我覺得這個味道 又非常像在 山林溪的山谷間 聽到老師剛剛說 這高音的鳥叫聲 哇 相當舒服 天氣又非常的乾淨 我覺得而且我越聞越覺得它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常下雨 然後我們家社區那個庭院 有好幾顆那個雞蛋花的 然後其實我一直沒有很認真的 聞過雞蛋花的 然後被雨打下來之後 我就收集了一堆 然後自己拿起來 然後讓它有一點亮乾之後 再聞它 跟這個味道非常非常的像 非常的還原寫實 它原來這個雞蛋花的味道 是是是 好 OK 原來老師也會幹這樣的事情 就是把它收集起來 聞一下 我自己本來也很喜歡 雞蛋花的味道 OK 好 前吊先介紹到這邊 待會兒回來再跟大家分享後吊 待會兒見 拜拜 拜拜 BORILLI彗星 它的官網裡面其實有強調 講到說這一支彗星它的軌道 會隨著每一次的運轉 然後會產生變化 變化 其實我最近又在看一些 有關彗星的那種 一些文章的時候 就發現 彗星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它會因為是噴發嘛 其實我在想說 那它一直在噴發 就是說你它經過 例如像說要經過太陽的時候 可能會受到太陽那個 的一些 太陽風的一些影響 然後它會 身上會 那個冰塊灰塵會被噴發出來 那噴到後來不就沒有了 對 它後來就沒有了 所以例如像說 可能 但時間長短不一定 有的可能幾萬年就沒有了 有的要到幾百萬年 它才會沒有 就要繞個幾百萬年這樣 它等一下就會不見 哇 對 所以你看人的生命 才短短這樣子而已 真的很短 跟它比起來還差太遠了 是是是 哇 突然聽完是覺得相當的渺小了 對不對 會心走的是幾萬年了 好來 那我們這個味道 目前厚調 老師身上怎麼呈現呢 我覺得跟剛開始沒有太多的差別 然後我去看了一下香調表裡面 它講到那個全香 它不會是那種 像那種什麼 有一些 比較傳統的香水 它的那個全香味道會比較重 不一樣 它是用來陪襯 襯托那個 它的那個花香的 是 會讓它的那種 欸 輕盈感更舒服 那目前這個花香 就跟老師你的前調 沒有落差太大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個 我在猜它可能比較線性 對比較線性 就彗星這個一直轉一直轉 對對 都不轉彎這樣 一直直直的開下去 因為我們現在聞到的可能還在中調 不曉得是還沒走到後調 對啊 因為就是 TT他們家的磁箱都非常非常久 對 沒錯 好 那林欣帝這一隻目前就你現在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再聞 它的給我感覺還是跟前面一樣 而且它的持續性非常的久 那我覺得它像那個 你說像彗星 它有講到這隻彗星它的特色是 就是在於它的美麗的尾巴 就是每一次的那種 出來的感覺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它這個味道就是 會給你一種 它那種余韻很長 它雖然說不是那種很重的那種味道 一開始聞的時候 但是它是會讓你記憶很深刻 然後一聞就這個味道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味道那種 OK 好 這個畫面很像那個 飛機在天上飛過去的時候 那個飛機雲有沒有 尾巴那樣 對 尾巴非常的長 告訴你這個味道就是 一直都留在你的記憶裡面 OK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一隻 如果以它的磁箱 跟擴散性來講 老師磁箱你會 一到十給它幾分 我覺得應該到9.6、9.7以上 OK 相當磁箱的 好 擴散性呢 擴散也有9分 有9分 總分你會給它幾分 總分9.5 9.5 零音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 我覺得它那個雞蛋花 其實到現在也差不多 那個雞蛋花的那種 那種很清幽的感覺 其實讓我很喜歡 我還蠻喜歡 因為可能我沒有這樣子的香水的味道 所以我會覺得 讓我很感到很驚豔 是 OK 好 那林欣利 這一隻 我還蠻喜歡 前面的磁箱跟擴箱度 都跟老師差不多 它磁箱很久 然後擴箱的話 我覺得 它不是那種一開始就很爆炸 但是它就是很讓你聞過 你就 那個味道 在你的記憶中的時候 你再去聞到 你旁邊的人 如果你有噴這個味道的時候 你旁邊的人應該 一聞過之後 它會一直 都不時的會聞到這個味道 這樣子 對 然後整體分數我會給它9.8 對 我覺得這隻一直 像我之前就還蠻喜歡 Murido那一隻 那個 帆布鬼哲那一隻 但那一隻我會覺得它的 特色的沒有這隻再更強一些 這隻的 就是它尾韻的感覺 對 再多一些花香的那種質感進來 但它又不是像 我原本接觸其他種那種 花香的那種 很濃郁的感覺 它有一種就是 如果是像 以一般我們生活化來講 我覺得它很像 洗完澡的那種乾淨的 舒爽的味道 對 除了它的味道特殊之外 它又很持香 然後會讓你覺得很舒服乾淨的感覺 總分你給它 我還沒給分嗎 9.8 9.8 OK 好 那我會還是延續上一段 用聲音 用這個 用音域來形容這一隻香水 它的味道就很像前調 就是我們講的 在山谷間非常明亮的這個鳥叫聲 但是你要知道鳥不可能它叫一整天 到了後半段之後 變成你離開了這個環境 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它的叫聲呢 還是不斷的盤旋在你的耳間 就是你都還會記憶這一首美好的曲子 回盪在你的心裡這樣子 那就像這一隻的味道 前調你在欣賞的時候 它是活生生在面前唱給你聽 但是後調的時候 變成是你一直回想一直回憶 一直記憶 哪一段曲子跟旋律 非常有特色 非常謝謝兩位今天來幫我們介紹這一支 今年的新作品對不對 再幫我們講一次名字 很厲害 波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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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瑞利的新年 謝謝兩位 那待會波瑞利30秒再拜託了 拜拜 拜拜 拜拜